行政院今天通过新一期四年国家发展计划 除了设定经济成长率 未来要达到平均百分之三点六 人均GDP更要突破四万美元 利平要超越日韩 国发会主委刘敬勤更喊话 希望要超过以色列 至于经济部分 则要发展五大信赖产业 包括半导体新增产值二点六兆 以及AI产值要在一百一十五年突破兆元 针对未来四年国家发展目标 行政院会排版通过 将透过希望工程八大实证重点 将台湾打造成创新驱动的国家 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果实 国发会主委刘敬勤表示 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是百分之三点九 创近十年来新高 进口跟出口之间的差异 包括我们在民间的投资 跟政府的投资跟民间消费 我们今年的民间投资 应该是会超过五兆 这是史上第二次超过五兆 往后去看几个大重大的投资 到明年还是一个很健康的数字 仔细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除了定在最高的百分之三点九一 从明年开始到一百一十七年 也要锁定在百分之三点六 至于人均GDP 今年预测落在三万三千六百一十美元 一百一十六年渴望突破四万美元 预期渴望超越日韩 接下来还要超越以色列 只是台湾向来以出口为导向 国家总体经济能否达标 学者这么看 至于在经济发展部分 则要发展五大信赖产业 包含半导体新增产值二点六兆 AI产值要在一百一十五年突破兆元 为避免产业发展不均 国发会祭出解方 专家认为这次的国家发展计划得审慎将国际震惊 局势变化纳入不可控变数 同时拟定实施计划才能提升达标率 记者原始郭军林台报道 邀请慢点赞 订阅 转发展计划 女人之间死亡所 并没有尽力 并没有尽力 并没有尽力